IC梦想家 欢迎收看今天的IC梦想家 我是蓝轩 那事实上我们谈到呢 非常多的一些数位科技的转型 更多的趋势的发展 媒体本身呢 就是一个呢 在这个数位红头当中呢 载浮载成的一个呢 大家也相当熟悉 但可能有时候忽略掉了 它也需要数位转型 而且它在这样一个数位转型浪涛当中呢 其实传统的主流媒体 遭遇到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现在越来越多的什么YouTuber啦 Podcaster啦 小的网红啦 自媒体的诞生 那传统的大的主流的 这些什么电视台啦 这个报纸啦 杂志社啦 哇 这个整个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 坦白讲 背极先艰辛 那现在这场战争 这场战斗 其实也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要聊一聊 有关媒体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数位洪流 到底环境出现了哪些改变 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 过去高大上都要跨异的 才可以作为这个媒体的门槛 现在门槛降低了以后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数位的工具 其实是更容易取得 或是更便宜一点点 但是呢也是日新月异 好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呢 是弘扬媒体的董事长 这个李俊云 他是自身的媒体人 过去的话也在三台待过嘛 对不对 所以对整个的三台传统电视台 那个重武器装备的时代 非常的记忆犹新 但是跟着整个时代的地转之后 所理解到的媒体生态出现什么样变化 那现在这个变化当中 他没有怎么样子呢 图为求生 好所以我们就要跟这个李董事长 好好的来聊聊 董事长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所以聊聊你以前那三台是就是最黄金的那个年代 对其实我来了之前我也看了一下资料 我在老三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光一家电视台 他一年的收入就50亿 那我就看了去年的无线电视台的整体收入已经掉到 掉到15亿16亿 这个差别就是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 我带着那个时候是刚好是在 爆青天时代 爆青天时代 然后接着就是那个钻石舞台 还有就是那个 那是综艺节目的黄金时代 也是连续剧的黄金时代 对还有F4那个时候出来 流星花园 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老三台的黄金时代 真的 对 然后接着下来到了2000年有线电视一起来 有线电视的整体的广告收入已经超过无限 没错 然后接着再慢慢的过来到了 那个2010年就是自媒体开始开始在兴盛 然后那个数位媒体开始在兴盛 然后那个广告量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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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分流 对对 所以不然是传统媒体就做到非常大的冲击 然后我们公司本来就是因为我是从传统媒体出来的 然后我原本就是我除了做工程方面就是自播技术 我从导入新闻自动化以后 那开始走路的是系统 那退了下来以后我就开始找我最熟悉的工作来做 所以就服务一些那个时候 以前的主流媒体 以前的主流媒体 他们那个整个自播流程 整个整个设备的改善干嘛的 还有一些技术服务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经过大概 起码这样听起来有三四十年的时间 对 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吗 所以离开三台之后是二十年自己成立公司 对 但是看了这个对于这个媒体环境的这个改变转型 其实应该很深刻 因为刚刚在讲到 从无线转到有线 基本上来说硬体设备还是没有变 它只是在月听众这个部分 从无线变转到有线 收视户而已 但是你要提供的设备跟我们需要的专业 有没有感觉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就是从电视转到顺位 这变化可大了 对 连整个的设备 像以前你说我们每一个电视台的摄影机 动辄这么的大 然后你整个副控的整件 对 对不对 你的副控主控摄影机等等的一些器材 然后新闻的播放什么basis软体等等的 那是有点 如果就军备竞赛来想 那是一个重装备的时代 对 现在是一个轻轻 有点像我们讲 打不对称战争有没有 对对对 你乌克兰跟俄罗斯打是完全不同的 打法打游击战 他打这个可以直接监设性的 这个对不对 刺针飞弹 刺针飞弹 所以现在有点像这样子对不对 对你看 从前电视台随便买一台摄影机 高大上都要几百万 就光一个摄影机脚架都要一百万 脚架都要一百万 都要一百万 然后现在那个 如果是自媒体时代 拿手机 拿手机也可以 如果说 比较讲究一点的 就用相机也可以拍 接着 还是有人习惯 从之前的媒体下来 他还是习惯用那种摄影机 可是他就买那种 但很小了 买那种业务型的摄影机 都可以 因为现在的画素 跟那个数位的革命 现在画素都已经很好 对啊 然后现在接着插的 就插到哪边 OK 你有了摄影机以后 你开始你的自播流程 你的 你的播出流程 你那个 这些 直播设备 怎么样 就把这个流程串了起来 做一个 比较 专业性的节目 因为自媒体分非常多 你个人YouTuber 你呢 你就自己 买 就用手机 然后自己用 现在网络上 那么多免费的剪接软件 你也是能够 是啊 能够做 当然可以做 可是 抖上那么去算过 这羊村的做法 多便宜 就可以做节目 多便宜啊 普查的设备 多简单 就一样可以做到一个节目 其实老实讲 我在媒体行业 已经三十几年了 然后我也带了 蛮多人 可是我自己不会剪接 然后自己不会剪接 可是我是知道 我们以前也不需要自己剪接 我们先用剪接师好吗 现在的话 文字兼摄影兼剪接 别多一个人可以肯定 对 而且 可是我从 上个月大家在流行 CHAD CHAD GTT 以后 其实对我来讲 我是工程出身 技术出身 文稿对我来讲 是比较难的事情 可是 我都知道这些原理 这些方法 可是 我怎么会写好的文稿 对不对 那我就 开始叫CHAD GTT 帮你写 我就问个问题 他就 把文稿写好 写好的给我 写好那我就开始修正 因为我们还是 因为他那个书记 他的那个连接词啊 或者是什么 不是我们的用法 OK 或者是 我想要做什么 就是 他基本稿出来 我就修改修改 那我就 我又丢到 AI的智慧 智慧 智慧 智慧剪接器 嗯哼 他连配音都帮你配好了 图片都 他 那个整个 都是免费的 影片架构 他都帮你弄好了 可是 他因为在网路上 搜寻了这些 影片图片 嗯哼 可能 可能 因为可能都是 大陆那里的 比较多 简体比较多 那我们就是 我们自己就准备 我们自己的图片 或者自己 另外搜寻我就把它换掉 嗯 那我就 很容易的 我就不花钱 我就可以完成了 一支影片 甚至没有花钱 你刚刚这样描述 从头到尾都没有花钱 不用花钱 嗯 嗯 我就完成了一个 影片 而且这两年 从 Tik 从那个 抖音开始 一流行以后 TikTok 嗯 大家现在的年轻人 他已经不看长的影片了 对 他开始要看短影片 七分钟八分钟 嗯 没有现在已经缩到60秒内 那真的太短了 对 那个带讯息 对 可是 你 你会发觉就是说 如果 这种短的 影片 你 你当然是可以 不用花钱 就用这些网路上的资源 你就能够做 可是你的目的是引流到 你真正要传递的一个 影片 你可能要十分钟 你才可以把一件事情讲好 嗯 ok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 智慧AI剪接 他就没有办法做到 ok 就是 如果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脚本 要去剪出一个 是 比较精致 是有内容的产品 还是需要人来做 可是你如果是那种宣传性的 或者是导流用的 那种短的影音 现在几乎都可以不用做 ok 所以我们刚刚去讲说 如果你真要那么的阳春 然后呢真要去找到这些工具 其实都有 但是都有之后的话呢 当然 如果说也要再进一步的话 其实呢 就变成说你得要在 过去的高大上 跟现在的这个轻薄短讲中间 寻求一个 既专业 但是又更得上时代潮流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事实上呢 这个对李董事长来讲 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因应嘛 对对对 最新的状况是如何 如果说你是一个自媒体 或是说你想要去从中间 得到一些相关的援助 或是一些资讯的话 我们休学待会来继续聊 IC梦想家 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